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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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有趣的体验方式 让学生学习跑步的知识和技能 长荣航空城市观光马拉松幼苗计划 校园深耕巡回来到基隆 和在第六所学校的学子进行互动 在天高里面 幅度脚踏的动作在大里面 用完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带动学生的学习动机 就是如果以我是学生来讲的话 我就会就是很想了解 这种古板的东西是要怎么用碗的去做 这次长荣航空也邀请长跑好手周婷应 跟学子们分享实战经验 透过关卡设计提高学生们在运动训练的乐趣 要求主要就是训练核心一些身体上的肌肉的力量 那神踢主要训练协调敏捷跟速度方面的 那篮架的部分其实也是比较训练协调性 因为跨篮你需要脚跟手同时去做 我觉得运动就是会想要求胜 那你今天想要求胜你就必须要训练 那你在训练的当中其实慢慢的那个坚持的 就会慢慢展现出来 长荣航空幼苗计划起风 活动现场包括长荣航空的协力 以及接龙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建德国中校长都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那校园深耕呢我们是从全省五个地方 从一开始的台东再到屏东再到外岛的金门 那第四站是到基隆 最后我们在雨林做一个结尾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 包括这些运动选手一些 一些比赛的心路历程 一些国际经验 跟这些专业团队所串起来的一些活动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跟资源 带到所谓的非大都市的地方 希望有一些启蒙 让那些对运动有兴趣的小朋友们 能得到一些启发 我之前在台北练中山女高 我也是田径队的 练田径非常小 谢谢 非常辛苦 我记得每一次练到 回到家里面腿都是酸的 半夜都会痛的 我在想 当时我如果有朝龙航空这么好的团队 来给我指导 我今天可能可以像我们周庭音这么优秀 可以成为朝龙马拉松永远跑第一名的赛者 再一次谢谢朝龙航空的团队 也希望今天我们小朋友可以好好的交流跟学习 因为基隆的希望在你们 你们自己最大的希望也在你们自己 大家加油 我是中校国小 国小是跳远选手 国中正兵国中篮球队 那高中 基隆高中 我是参加十项 那今天欢迎来到建德国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快快地学习 满满 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为马拉松体育活动 投注热情与关怀 提供给学子正确的运动观念 也透过活泼的课程设计 提高选手们练习田径的兴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带领市府团队和苗栗县副县长率队的团队 到基隆社区大学 以及基隆市各学习型城市计划场域 进行实地考察 透过县市间积极交流 促进终身学习发展 基隆在 苗栗在 学习城市站站站站 苗栗县副县长邓桂局率领县府团队 亲自走访基隆社大 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进行学习型城市计划团队 共学交流 我们从104年基隆就是学习型城市的一个指标 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参与 教育处也非常的努力 那跟苗栗我们之间的互动很多 两个都是学习性的城市代表 我觉得双方面因为地理环境不太一样 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也相对的不同 我觉得它其实导入的不是高龄城市 更像是一个每一个人对地方的认同 我觉得基隆在这一块 透过交流 我们可以寻找苗栗的长处 那也希望苗栗到这边可以更认识基隆 来到我们的玉梅 我们的实地 做实体的社区大学 你看到哇 真的是厉害的经验 基隆从104年起 年年获得教育部学习型城市竞争型计划肯定 为全台为伍通过教育部补助县市 另外基隆市成人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比例 占44% 全国排名第五 显示基隆致力于发展在地特色的 学习型城市计划有成 透过这次交流 两县市相互学习 一起为终身学习教育目标努力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预估今年年底 基隆市将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实质长者照顾的问题也将越来越重要 由基隆市卫生局辅导热成社会福利协会 经营管理的暖暖区失智据点暖暖小站 为了给失智长者们更好的照顾环境 最近搬到了新家 更有家属特地制证感谢牌 感谢失智据点对他妈妈的照顾 让上班的他可以有喘息的时间 更对卫生局在失智据点政策上的执行 给予高度肯定 失智长者贴心地提醒同学伙伴 可以自备环保筷子用餐吃饭 更卫生安全 尽量避免使用免洗筷 让大家感到相当窝心 这是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辅导 由基隆市乐成社会福利协会经营管理的 暖暖区失智据点暖暖小站 为了给失智长者们更好的照顾环境 最近也搬到了新家 特地举办桥迁餐会 吃饭时失智长者互动的温馨情况 这个是那个 更有失智长辈家属特地制证 感谢转给暖暖小站负责人梁洪彦老师 感谢失智据点对他妈妈的照顾 让本身也在大学教书上班的他可以喘息 更对基隆市卫生局在失智据点政策 的执行和服务上相较于其他县市 给予高度肯定 在照顾陪伴老人的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喘息机会 平常讲因为妈妈已经第二级的失智 会只会越来越严重 那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如果没有喘息的话 所以我都认为 哇这个卫护部啊 做了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举动 因为让家属能够喘息 也刚好卫生局 我也从他接上来的时候 也了解一下台南 我发现基隆卫生局啊 真的给他按个赞好不好 因为 没有预期收到家属感谢状的暖暖小站 梁洪彦老师也是既感动又感触 更感谢家属们的互相配合 大家像家人一样才能照顾好失智长辈 很感谢有你们这些家人的陪伴 尤其是我们参加过好多的活动 那些活动都是我们彼此最深刻的回忆 那我觉得 这个你们就像我们的据点的名称一样 暖暖小站 我们彼此在一起才有这个温暖 如果没有你们 我觉得只有老师 我们也无法成就现在的这个样子 所以感谢大家 机动室卫生局长张显正言 亲自出席带着水果 恭喜暖暖小站搬新家 有更优质的环境照顾失智长辈们 我们最近古厨的地方 他外公课程 我们梁老师就已经办得很清楚 有做运动的 有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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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加到这样就对了 所以来这里上课 我们有运动到 还有 训练到 头部就不会退化这样 原本就很好啊 现在在这里可能会更好 更好 本来就 本来就越来越上课越少年 更好就更少年了 不管几个月啦 我们就是如果身体有用 头部有聚 不要拿 不要拿得那么快 我们就可以吃得身心好 很健康 吃饱饿了 暖暖小战失智据点 大约照顾15位左右的失智长辈 基隆市议员 联恩典秘书 黄伯源也到场参加这场桥迁喜事 一起陪同失智长辈们同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体育会跟救国团 基隆市团委会联合举办 义工有爱 热血台湾的奸血活动 延续历年捐血救人的理念 让爱延续下去 捐血救人 我们需要你 走上街头呼喊口号 邀请民众捐热血 让爱延续 因为现在血库圈血 需要热情的 义工朋友们 还有私人朋友们 站出来 挽起你的袖子 然后捐出你的热血 让我们爱传下去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我们需要你 在基隆市体育会 与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号召下 志工们走上街头 邀请民众热情响应 理事长感谢所有参与的民众 让这份救人的爱延续下去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希望大家来共同 来促成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红职这血库能充满 需要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用得到 也非常谢谢我们救国团 跟所有的安乐区 曾在美的志工 一起来共襄对办这个 有益的公益活动 也谢谢我们参与 捐血 和基隆市的这些民众 感谢他们 市议员张可辉也一起共襄胜举 最重要也是有建议 我们现在血库 严重的缺血 希望我们热血的民众 捐出你的热血 捐出你的一代 来救我们需要血的人 血液是医疗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健康市体育会与救国团 健康市团委会 以实际行动办理捐血活动 为血库 挹注更多的血源 让需要帮助的病患 都能及时得到救助 传递暖暖的温情 捐血救人 我们需要你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要是否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 辉鸿庄严 不少信徒 专程请来点要是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 要是否店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小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视阴晓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把下插图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旧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哟 真厉害啊 基隆港警总队即将签见 内政部长林又昌亲自到基隆视察业务听取简报 除了勉励港警辛劳 林又昌特别前往基隆警察局 对于打炸 交通执法 以及接下来大选查会工作 勉励同仁要全力以赴 内政部长林又昌抵达基隆港警总队 听取新建大楼改建简报 谈到基隆港是国家重要门户 如何强化商港区的警管能力 确保港区安全都是重要的关键 而港警人员配置和听设地点 都要合理的调整 才能够提升服务品质 那我们现在港警统队 有一个签见的一个计划 这个也是我在担任基隆市长的任内 做规划 也是整个军港西迁 还有整个东岸南郎带的发展 一个最后一里路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工作 那今天特别来视察 来了解进度 那最了解目前正在申请建造当中 将会在明年的上半年会动工 然后是这个工期是14个月 我们希望能够如值如期的完工 那给我们港警的同仁一个更好的工作 跟这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也促成了整个东岸郎带的 进一步的一个衔接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东岸 我们东二三四的这个游轮旅客的一个大楼 现在已经成为基隆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跟据点 那现在军港的西迁 也初步已经这个达到一个阶段 那未来如果能够再把我们港警总队的这一块基地 再把它串联起来 我相信对基隆未来整体的一个发展 对基隆港整体的一个发展会相当的有助力 随后刘昌转往警察局访市 针对打炸 维护治安工作 慰绕基层远景辛劳 诈骗的一个案件的成长数是以倍数的这个趋势在增加当中 那由于我们在最近这两年积极的采取各项的一个修法 还有打炸的一个行动 这个检警调都非常的努力 不过我在这边也特别要呼吁民众 诈骗防诈其实就像我们防COVID-19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要注意相关的接触的这种模式 所以也要了解现在最新诈骗的一个趋势跟样态 把自己防护好 也就是像COVID-19的时候把口罩把它戴好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我想这个诈骗诈述永远不会止息 但我们要提高 这个从我们的警方检警调的一个工作来打仗 那一方面民众要试诈 远离可能被诈欺诈骗的这种接触的机会 部长林又参回到基隆市查 勉励基层同仁 也期许大家面对年底的查会工作 务必全力以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请民关怀弱势协会和盲人福利协进会 共同在基隆海洋广场举办 盲人万花筒嘉年华 市长朋友展现各项才艺 参加的民众和贵宾都觉得相当感动 画面上是市长朋友首次挑战国标舞 能够在海洋广场展现出自己的才艺 让市长朋友相当快乐 这个国标舞我们练了半年的时间 练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这样子跳森巴舞这样子 对就是我以前也没想到市长朋友可以跳国标 然后到现在才之后 原来市长朋友有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可以完成的不可能 真的觉得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这样子 那我觉得今天来跟所有的市长朋友群体一起来 大家共襄盛举来同欢乐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氛围很温馨 然后也很贴心的提供这种按摩的服务 对然后每个活动都还蛮 就是每个观组都还蛮可爱的 对所以就是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还蛮有趣的这样 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由启明光怀弱势协会 和盲人福利协进会共同举办 议长佟子伟也亲自来到现场体验市长朋友 提供的按摩服务 现场的气氛让他很感动 启明光怀协会举办这个盲人万花筒这个活动 所以我刚刚也主动让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帮我按摩 我觉得我今天刚刚来参加很感动 因为听到他们的表演 然后有音乐表演有萨克斯风等等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专属的特色 我想上帝是公平的 他们其实他们也很有天分 那我觉得我们城市应该要给他们机会 或是我们城市应该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边生活 不管是需要帮助的人 还是像我们今天的起名好朋友 我想我们应该要做好基础建设 除了基础建设以外 我想我们社会应该要多一点的关心 我也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有听有办法听到这么美好的打击乐 刚刚看着大家的身体跟节奏 我都觉得超级无敌棒的 你们一定练了非常久 所以希望接下来醒知有机会 如果一旦进入到国会 成为大家的公仆 我们一定会在身心障碍这个议题 以及弱势者在台湾 怎么样能够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件事情 一起努力跟打拼 马朗万花筒这一届是第五届 那我们邀请市长朋友来这边表现他的才艺 除了唱歌跳舞 还有一些他们的其他生活技能 比如说算命 3C产品去了解他的怎么样的使用 还有一些手冲咖啡啦 然后还有最最厉害的按摩 那这些东西都来让大家知道说 市长朋友虽然他们有障碍 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地方是比我们厉害 或者是更好的地方 那欢迎大家有扣也可以到 看到市长朋友呢 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照顾他们 也让我们市长朋友走出来 今天我非常开心 所有的与会市长朋友也好 工作伙伴也好 我们在最少的经费 完成一个最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感觉到温暖 也感觉到快乐 透过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 主办单位鼓励市长者 走入人群与民众互动 也期盼社会大众给市长朋友 更多的鼓励与关怀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魏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魏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亮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人际往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啰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先车停放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是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陈灾机车放在立脚丫上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产业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感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